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1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之前搶救的蝴蝶藍 8號跟10號 之前呢我們 這個 有一個花友 台北花友拿了十幾株有問題的蝴蝶藍 然後給我們搶救 後來我們把它變了 將十幾株裡頭比較嚴重的八九十 三株呢我們拿來做搶救 那其中呢 這搶救的過程中呢 我們發現 9號還OK 比較嚴重的就是 比較有問題的就是8號跟10號 這兩株那這兩株的影片呢 我們之前也拍過 我們將影片連結方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現在呢 再回來繼續看這個8號跟10號 那其中呢 因為這個10號已經看起來應該是陣亡的啦 不是說應該是 絕對陣亡的啦 那再來我們再看一下這個8號的情況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來看看 好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呢 這邊這個是10號 你看我們之前是不是說這個頭會斷掉 你看已經斷掉了 這已經斷了 那這一部分呢 那這一部分呢 子豬的部分呢也斷了 你看葉子都變黃了 都枯掉了 沒有救了 我們當時呢就是 也估計過跟大家講說這種 經驗分享啦 就是大概就是像這種情況 頭就是會斷掉 那我們現在呢 看一下這個10號 我們把距離再拉近一點點 好 這個是008號的狀況 那當時呢我們把這個旁邊切掉 切掉之後呢 因為這邊這個是花梗的位置 當時你各位沒有看過的人 可能要往前看 那花梗的位置呢 中了軟斧片我們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呢連這個底下的部分我們也切掉了 變成上下兩步 那下面的部分呢 它乾掉死 死掉了 哭死了 那上面的部分呢 目前看起來是有微微的氣根在生長 給大家看看 轉過來 微微的氣根在生長 那還沒有達到一個很理想的一個狀態 當然啦我們這之前呢 我們也有曾經搶過那個六株蝴蝶籃 那六株蝴蝶籃的影片呢 有一個氣根呢也是長的 曾經也類似 比這稍微更長一點 那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但是那豬呢 氣根長到一半 結果 還是一樣中了軟斧片 所以呢 這一株當我們搶救到這樣子呢 這種情況呢 雖然它有長根 那也是還有可能 我們講說可能有機會中軟斧片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繼續的觀察看看 沒有辦法說 絕對 保證說它不會生病 不會出問題 只能說 還是要繼續的觀察 當然我們希望說 有機會 可以將這株啊 可以看看能不能順利的搶救成功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